DK 快 快点快点 别漏洋 快 把吃把吃 把吃把吃把吃 快点快点快 聊点个面 好吧 请坐 慢点 别腌着 我叫张 我叫张浩然 22岁 来武当商已经有8年了 我主要练习的是方便厂 刚来武管的时候 身体素质特别差 又弱 然后力量又小 方便厂是武管最重的兵器 它有八九斤的重量 然后练它的话 又对下巴 身体肌肉力量 全部有很大的幅度提升 所以就选择了方便厂 练习的时候 当时最难的一点 就是重 一个在基础的 左降龙式和一个右腹鼠式 它这两个动作 都会去击打我们的身体 因为它那个惯性太大了 它只能去靠身体 去把它困住住 往自己身体上去击打 所以感觉自己很痛很受不了 吸气的时候上身绷好 吸深一点 吸着腹部 吸着这个点 吸 吸 沉 好 刚开始用条子刷的话 它是打我们的 这个外面的皮和肉 然后用纱带和鞭腿拳头 它就会慢慢加重 透进去整体的力量 这样一段时间过后 方便厂的重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力 完全的去控制住 因为练功 每天就是套路 马步 攻步 都练反了 所以大家就一起来练下手球 弯手球的时候就是村城甲队 用手球去丢打对面 你要是能击打到了 它需要在旁边去蹲马步 练习这些闪避啊 侧场的这些能力 给予反应能力 因为这是在玩的过程中 你不会去这么想 这个是被别人指责 这个又不行 那个又不行 我感觉很开心的 每周三上午是必须会验的 师傅会检查我们 这个废花再做一点 走 这个带过来 走 往下沉一点 走 最后一下蹲下去 一定要稳 看了时间很久没练功了 体力不行 在那个背花的时候 都还不过来劲了 上气不接下气 不像是练功夫的人 经常练习才行 像方便厂 它两头又是铁 又是带有开刃的那种点 这个时候 尤其是又在背花上 看着它那个铲头 在自己的后脑头上 去旋转过去 尤其是还要快 就会特别地去恐惧这个动作 为了把这个动作练好 但是带我的那个师兄 他就去找了一根棍子 就用这个棍子 在这个背上去转 棍子转完之后 发现摸到方便厂 手感上慢慢好了 然后在这种基础上 不断地去加速去练习 师傅到我们练功的话 很苛刻吧 他要求有一下 我在单点的时候 你必须要试镜 尤其是在冬天的时候 男生打赤膊 最后练完了 师傅要统一检查 是否出汗 如果没出汗的话 你就算之为突然 我在这边拜师之后 师傅赐了刀号 叫姿铭 师傅很清晰地跟我说 你在以前练功的时候 只知道死练 死做 不愿意去动脑筋 那么这个名字给你了 你以后要会多想 多思考 多思练练功 在附带去思考这方面的问题 不再是单纯地用身体去死练 而是脑袋要跟着一起 身体再使劲 也没有说脑袋 身体结合在一起 才能有用 我们童话都强了 上面我们会扎这个刀头 告诉我们不管是在什么时候 不管做什么 上面都有祖师也在看着 举头三尺有神明吗 好 开始吧 不容易 手扣住 扒住 看出来 下面的架子比较稳 对不对 盯着前面 盐绳出来 好 这次练得还不错 方面整个动作还是比较精臭 练功一定有用心理 要好好练 我感觉武术的话和写字笛箱这些东西 其实都相似 都是一点一滴地积累起来 一笔一画要求标标等等的 长期的不断地去练习稳定 这是一个长期 一个持之以恒的东西